кстати 嗨 我們好 View card 台灣人 隨便對宗教有相當程度的熱忱 所以說我們台灣 這個廟宇人的密度非常高 但是 Bug 就有一些居心不良的人 喜歡假借宗教的名義 騙財騙色 這種壞分子 我們稱之為什麼呢 今天破壞關節 就要來聊聊這些案例 幫助大家減少受害的機率 認清這些宗教詐騙 他們是什麼樣的手段 馬上請到 我巨人女警 王一銘來 請 許尚服飾和運動潮拍跨界合作 叫Crossover 但是宗教詐騙和黑道幫拍掛工 應該要叫做什麼呢 有個自稱藍老師的神棍 不僅販售毫無根據的能量水炸財 甚至還結合黑道把被害人的資產掏空 到底他是怎麼騙取信眾呢 跟著我的腳步回到案發現場 重回那些年 我們被神棍詐騙的時光 宗教跟黑道 他們的聯盟 目的就是要掏空信徒的公司 這個太狠了喔 他就創了一個什麼能量水公司 那號稱說他可以把宇宙能量 還有很多這種天地之間的 這樣子所有的這種日月精華 全部透過他的一個念力有沒有 灌到那一瓶包裝水裡面去 他靠這種方式來開始騙人 那本身來講的話他騙完之後 他就已經炸到大概差不多是 炸到了大概1000多萬台幣這樣 那麼多 對 他會騙 然後後來他騙到1000多萬之後 他又開始有人就要察覺到 有被害人出現了 為什麼呢 因為喝完之後 本來認為可以消除災惡 包括所有的病毒全部都沒有了 後來沒想到越喝越糟糕 所以他那時候開始就落跑 一落跑之後 他本來是在中部這邊 那時候開始行騙 跑到台北這邊來之後 就轉身一片變成什麼 叫藍老師 藍老師 這個藍老師他專門做什麼東西 他講說他懂易經 他也懂這個時候文王掛這個樣子 然後他就告訴 他就開始就開了一間公司 這個公司呢 事實上講難聽也就是一個算命攤 他只把他變成公司化而已 把他做得非常的金幣輝黃這樣 那被害人他上來的時候呢 他會去瞭解到背方的一個背景 他瞭解到背景的時候 他講說如果知道這個人的財力不錯 可能就是說如果是來 因為女生比較會想要來算命嘛 對不對 他知道說這個女客戶 他的先生是某某大公司的一個什麼 老闆或總經理的話 他就會特別的有沒有 去就是用他的一個話術 就騙這個女客人就說 我跟你講你這個有所謂的那種 冤親債主有沒有 累世了這樣子的一個 這樣子的一個厄運 那我可以幫你化解 那要怎麼化解呢 他會想說上床嘛 不對 他不是靠上床的 他跟你講 我可以安插一個貴人 到你的這個老公的公司裡面去 因為他的整個八字有沒有 完全跟你們公司裡面 太合 太合了 合得不得了 你只要坐進去之後 有如一個那個死感當一樣有沒有 坐鎮在公司裡面 那馬上你的公司馬上就發了這樣子 他就這種方式 然後就安插他的所謂的人 到這個公司裡面去 去幹什麼呢 去了解公司的營運的狀況跟債務 當然這會發 你會來求神的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企業老闆 通常一般來講都營運狀況不太好 對不對 急需要用錢 那他的方式就很簡單 就是這個貴人呢 就突然間真的變貴人了 然後呢就跟你講 就跟這個老闆講 我跟你講我認識錢莊啊 可以馬上紓困 建立很多錢 他就用這種方式 不斷地去吃掉很多的這種 中小企業 那個時候警方查到他的時候呢 他已經吃掉了四家公司 這四家公司裡面最高的那個資本 是2500萬的一個營建商 他用這種方式 不斷地把它吃完之後 變成一個空殼公司之後呢 然後呢再賣給一些這種公司 當作借核上市的 這樣子的一個影子這樣 後來之後呢 這個是台灣目前查到的 唯一到目前是唯一的一個 假借這種宗教跟黑道結合 的一個方式有沒有 然後來詐騙了這樣的一個手法 接下來呢 我們的壽藥要提供專業神棍 騙財騙色 五部曲 其實剛剛校長講的那些手法 它全部都是其來有志 他們是有門派 有淵源的 有門派 對 以前的詐騙叫做江相派 江湖的江相派 那它是什麼呢 它其實在以前 以前有文德跟武德 犯罪文德跟武德 武德是什麼呢 你有嫖跟賭 你能夠開倉管的啦 你能開賭場的啦 那你通常要跟什麼 你要跟公安啊 跟以前的衙門 你能夠合作 那是武德 美洲人可以搞大的 那文德呢 就是咱們軟弱嘛 幾個人 今天念書可以嘛 那幹嘛呢 就是騙人家 這是武德 文德 就開始在江湖上面行走 那武德幹嘛呢 就開始書拿來翻 看看你的面相 趙哥你今天印堂發黑之類的 先來恐嚇你 那這種來 開始來騙你的 這種叫江相派 那主師爺是誰呢 叫做張學安 外號玄姬子 玄姬啊 玄姬啊 玄姬是什麼玄姬 玄姬子 那他呢開始傳 從那個神港 就是 神就是廣東省 港就是香港 那個地方呢 開始呢 開始樹立起他的 詐騙的主師爺的 開始的 推動 他的基礎在那邊 基礎在那邊 那後來呢 傳給了何立廷 但他有兩大弟子 是後來把 等於是把這個詐騙呢 發揚光大的 他們的一些招數呢 大家開始學了 五部曲就開始來了 第一個呢 就先誇張 自己有多厲害多厲害 上廣告 上電視 然後就說自己呢 神力有多強 誰都是聽我的 誰能夠當總統 誰能夠當行政院長 就他 廣告寫得非常厲害 再來呢 你只要一找他 踏進他的門 的第一步開始 你所說的任何事情 他都辦得到 無所不能 這要先廣告嘛 你進來之後呢 就無所不能 什麼案都接 而且呢 你只要跟他說 你是事業上面 你這個 最近呢 我知道你的 你的這個狀況是怎麼樣 他會講得非常 一講 你覺得說 跟你的處境 一模一樣 他怎麼這麼厲害 其實他們都有 至少讀心書會 看看你這個人 進來臉色怎麼樣 種種的 身體健康可能不好 那什麼案都能夠接 第三個呢 講費用的時候呢 一開始 都說 隨喜 甜點油香就好了 很便宜啦 但是呢 是放長線 釣大魚 慢慢看你怎麼進去 他要看看你有沒有財力 你財力到底到哪裡 你只能夠付得起十萬 他不會騙你一千萬 但是你付得起一億 他絕對騙你五千萬 至少 對不對 所以費用的部分呢 你會發現一開始 他都是放長線釣大魚 慢慢進來 第四個呢 就開始呢 他所有給你的福啊 什麼東西啊 可以吃的法術啊 沒有一個有效的 可是呢 他都跟你講說 你要看時間 什麼東西呢 一年樹 十年樹木 百年樹人 種樹也要一百年 對不對 所以說 要慢慢來 慢慢來 到第五步 必不見面了 你任何事情 為什麼錢花了 人也派了 土地也給你了 或什麼東西 女兒也給你了 結果 什麼都沒有 他說 一開始說 這個一定要等時間 到最後呢 他已經掰不下去的時候呢 必不見面 不怕浪槓 或者你報警 把他抓了之後呢 他會交保出來吧 對 從台北再到高雄 再開一家店 再來 換個名字 再來一次 這詐騙五步曲啊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五步曲啊 他們一再一再呢 一而再再二三 從不使用 是 都不會壞 沒有保存期限 是是是 可是萬一如果 之前在台北騙一騙 之後他落跑到高雄 那萬一如果在高雄 他混個名堂 對 我朋友如果介紹我 我又再去高雄看到他 那怎麼辦 你剛剛講那個狀況的時候 過去也發生過一個 在民國87年的時候 當時呢 他這個人呢 因為我們一般來講 所謂的毛山樹 有分成兩大派系 一個叫做丹頂 一個叫俘禄 丹頂的話就講 練丹的那種 俘禄的話也沒有 就是那個 棒符啊那種的 就是血符那種 結果呢 這個傢伙呢 這個姓存的這個神棍 在台北的時候 你知道他 他取了自己一個 自稱什麼叫 通天大法師你知道 天都通都通上去 然後他幹什麼 就貼了很多錢 貼了很多錢之後 然後他還會放符啊 就是說 他告訴你說 我跟你講你得癌症嗎 沒有關係 我這個符有沒有 往你額頭一貼 不是貼僵屍你知道 然後貼完之後有沒有 你的癌症有沒有 包著你三個月內 完全都不用 就不見了 化掉了 連醫生都不要看 真的是他只能 搞死過六個人 甚至其中兩個老婦人 你們在萬華那邊 兩個老婦人 因為這樣子 因為不去看醫生 之後叫慘死 自稱可以 直通天庭的大法師 還有什麼更惡劣的手法 殘害民眾呢 神竟然也會被綁架 爸爸當然要救你的 OK 好可憐 開了 兩千萬也開啊 是不是 然後呢開了之後呢 奇怪 我女兒也沒有好 生意也不太好 麻煩 你家裡洗了 不用綁架 綁到國外去了 我現在去幫你們 去國外給你撿死 這家會不寫 豬可惜了 可惜啊 那時候他只能搞死過六個人 甚至其中兩個老婦人 你們在萬華那邊 兩個老婦人 因為這樣子 因為不去看醫生 之後叫慘死 因為反正到最後的時候很痛苦 當然人家就要抓他 那個時候警察就要抓他 抓他的時候 他跑到高雄去 跑高雄去 他前面的台北叫通天大法師 對不對 你知道他在高雄去叫什麼 通地大法師 你知道為什麼通地大法師呢 因為他可以這樣子 通到地上有沒有 然後幹嘛呢 就是去炎王炎那邊有沒有 去求 求什麼 就是說如果你陽壽只剩三年 三個月的話有沒有 我就跟你求多少 三十年三十個月 他說他有這種本事 就後來之後也是這樣子 就是有一個病人有沒有 後來之後被他整一個沒有死 是半條命 但是你知道 這樣明信的一個人 他永遠不會聽從人家 跟他講說勸告的 他就講說 我跟你講在高雄 有一個法師 叫通地大法師 那個時候這個悲害來 一想一想 我之前被騙那個叫通天 有沒有 然後這個是 師弟嗎 這樣子 所以人家在講說 很有效 我跟你講很多這種欠 這種有三七辣有沒有 對 講難聽一點 今天他會欠點到那個地方去 他在旁邊有抽佣的 是 一定一定 對 這些人很壞 這就他 共犯 對 共犯 他就把牠牽到南部去之後 發覺搞到半天 通地跟通天同一個人 天啊 太嚇了 裝猴胎 好 這個神棍 他們真的還有集團 還下毒殺人 民國六十三年的時候 距離現在大概四十年左右 在台北市有個很有錢的女孩子 很奇怪 她長得很漂亮 然後經商 然後在商界 刺詐風雲不可一世 就很奇怪 可能是 沒有人敢追她 是 所以沒有男朋友 那麼他有一天走走走 經過台北市大同區 剛剛講到 相識自己本身要讓人家覺得 他不同凡響 要取一個 取一個響亮的名號 當你看到有一個相識自稱是 第一仙 你會覺得 台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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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跟他講了一大堆 你這個要修補你的什麼東西 然後又要拿了一張一份紙 要讓他寫說 這個要燒給上天看的 你做過什麼罪孽 你是不是有曾經跟男人發生過性關係 那你自己想想看 背貨 不是 你想想看 你不要跟我講 然後寫一寫了以後 你一定要誠實寫喔 如果你不誠實寫的話 我就沒有辦法幫你 寫了以後 當你的面把它燒掉 燒給上天嘛 對不對 你已經承認了你內心的錯誤 所以他就會幫你 我們就幫你 向上天求你的桃花園 姻緣回來 你就可以有男朋友了 那麼他就寫一寫 我以為你要不要現在先寫一寫 對啊 我想 我是準備筆墨給你 日本不在東北 男朋友很多啦 然後他就燒一燒 就當他的面交給他以後 折一折 燒一燒就沒了對不對 然後就開始跟他講 這個要 你要怎麼化鈣 如何這鈣五萬塊 如何這鈣三萬塊 如何幹什麼 他有錢一直砍一直砍 天啊 因為得得太容易了 因為他很有錢啊 後來就想說 如果除了錢之外 人也能得鈣有多好 後來就開始要騙他 要來雙修了 雙修 那因為他畢竟是個女強人 被你騙財的時候 是因為人有迷有所求嘛 當你要騙他的人的時候 他突然間覺得 警覺 你是不是神棍啊 他就像當時 台北市大同分局長報案 那時候分局長誰 莊亨黛 莊亨黛 莊亨黛素有台灣製作行之稱 對不對 莊亨黛 就帶著這一票人 刑警去埋胡 就要去抓這個人 結果一抓 一個神棍嘛 結果就登報對不對 一旁邊全部都出來 他就來報案 騙財的最多 也有騙色的 然後呢 有徒弟 有師父 也有師兄弟 整個旁邊全部都一個一個路 每個都在全省各地 全台灣各地 全部是這種命像館 取的名字都是類似 諸葛臥通天博學士 對不對 每個都通天側地的 剛剛什麼 上次天文 下次地理 通天通地這樣一大堆 他一定要用這種方式 然後呢 後來他為什麼 我剛剛講到那個女孩子 為什麼他要逼他出來 發生性關係呢 因為他說 我知道你什麼時候 跟哪個男的去開房間 然後 那不是在他面前 寫下來的嗎 不是燒的嗎 這個時候有一種東西 叫鳳陽法術 各位現在看到 還在中南部比較多 很多廟會還在表演 那個什麼子人會舉頂有沒有 然後說什麼 走過去那個金子 他只要一 那整個火燒起來對不對 那是假的 全部是法術 全部不是法術 是騙人的 那是一種叫做鳳陽法術 鳳陽法術就是利用化學變化 如果你看過電影《大魔術師》 你就知道 利用化學藥粉 然後呢 像會燒起來就是因為黃靈 黃靈塗在手上 或是塗在他的名字上面 所以藍點滴時間到了 他自然就燒起來了 所以他利用這些法術 包括騙人家說 他那個雞蛋弄下去 你就是因為卡在陰 所以裡面是黑的 你打開看 其他都是黃的 只有這個是黑的 那很簡單 用了針孔注墨水就好啦 沒錯 他都是一種騙人的方式 所以他就用這種方式 他在給他燒的過程當中掉包 就是魔術師的手法吧 各位還記不記得 隔空取耀那個故事 就是利用掉包的方式 讓你誤以為 真的從天上拿到藥 那麼他其實在燒的過程 他把他這些東西 都藏在口袋裡面 藏了以後呢 藏了以後 就用這個東西要要挨你 我知道你在哪裡 我知道你是哪家公司 我就把這些全部 都被你凍出來 那你公司就不要開了 以後江湖不要混了 這樣子 用這種方式的要挨你 那警方就開始辦辦辦 辦了以後發現 越來越多人來報案 錢最多 後來發現 其中去搜索一處道場的時候 這個道場裡面 一個房間三個枕頭 一個江湖樹勢 一對母女 天啊 三個人睡在一起 那就怪怪的 有問題 然後警方啊 為什麼我老是喜歡說莊亨戴 因為他聯想得很快 因為他聯想得很快 他心裡想 那為什麼母女跟他睡在一起 不對啊 因為他是睡中間 結果隔離真訓 一隔離真訓夭壞 媽媽跟這個相似 先睡在一起 後來變成女兒也跟他睡在一起 後來乾脆三個人睡在一起 不倫亂人 禽獸 然後還有爸爸 爸爸也睡在一起 蛤 還有一個爸爸 人呢 人呢 死了 那中文在就想 死了 然後去問他為什麼死了 腦溢血 生病死了 你聽到這裡 你會覺得就生病嘛 不對 他就覺得 他心裡就嗆一下說 怎麼那麼巧 母女同睡一個人 然後爸爸死了 生病死了 他就把死的時間調出來 剛好是雙倍 剛好是 他們母女跟他睡在一起的時間雙倍 去查 各位 就因為這樣一查 查出了一場謀財害命 為什麼 因為搞了半天 爸爸因為跟媽媽感情不好 媽媽離家出走來跟著這個 後來進一步 連女兒都來了 所以爸爸跟女兒說 如果你們不回家 我就去告他 告他 略幼 告他 這個強姦 告他 告他那個什麼 空姦 我一定要給他好看 結果這個神官一想 好啊 我一不作二不休 趕緊把你給做了 那怎麼辦呢 剛好這個先生在家裡的時候跌倒 碰到 昏迷不請送醫 送醫了以後 這個神官拿了兩包毒藥給他太太 在醫院裡面啊 想辦法讓你先生服下 然後結果呢 他太太就真的拿到那個地方去 因為進進出出的人太多 一開始不方便 一直等到晚上 那晚上大家都在睡覺對不對 就假裝要服藥 然後他先生一直半夢半醒之間嘛 那個什麼 就在這個時候嘴巴打開啊 毒藥倒進去 然後就這樣給他灌下去 就開始全身就開始發作了 然後他趕快按那個緊急鈴啊 醫生複製來啊 我老公怎麼變這樣啊 急救啊 幹什麼 拖了三天才死 這三天他沒有辦法講任何的話 三天就死了 要死掉斷氣之前他說 我們有個習慣 人要回家斷氣 不能在醫院 所以運回去 好理家宰是怎麼樣 好理家宰是當時不像現在 當時都是土葬 不像現在火葬 裝後代 一弄到這個地方了以後呢 開關驗屍 所以法醫楊仁松博士又出來了 結果其實他已經死了 大概半年多了 身上還有一個器官沒有腐爛掉 這個肝臟 哇塞 那最準 對 結果其實都還沒驗 楊仁松博士就說毒死了 因為他就是有毒死的毒藥的反應 但是還是踩開 一打開就知道說是毒死的 然後一踩以後 真的是氫化家 真的是毒死 所以後來因為這個案子 才因為一個神棍 只不過因為一個神棍的案子 追追追對不對 追到一對母女追追追 因為竟然追出一件這樣的案子 把他們全部都一網打盡 是 還有一些不... 怎麼講那種假法師 嗯 法師假的 募款要蓋佛飾 結果不是蓋佛飾 拿去幹嘛啦 房地產 天啊 不過我要更正一下 他是真的出家人 真的出家人啊 所以這個會形變的 不是只有所謂的江湖術士 也包括一些名門正派的 這些宗教 他也會有發生這樣的事 他連念經就好 他當他炒什麼房地產 他也是很念經 他念的是什麼房地產經 他就是房地產經這樣 這個法師呢 這個非常非常的有名 在中部地區非常有名 那他為什麼有名呢 因為他的一個... 他這樣的一個寺廟 他是在九二一大地震的時候 那時候被震垮掉 是 那整個大雄寶殿前都垮掉 垮掉之後呢 當然就是希望能夠 信徒能夠就是捐一些錢出來之後 然後能夠把這個重建起來這樣子 就重建了 就很多的那個信徒 就不斷地就把這些錢 就拿到這個廟裡面來了 希望他就是 由師父這邊來處理有沒有 然後來建 建起來 就一建呢 就十一年來有沒有 到現在為止 連根柱子都沒建起來 這個重點在這裡 就是花了很多錢 捐了很多錢的 建了十一年耶 十一年沒有建起來之後呢 那當然這信徒就覺得怪了 為什麼 因為你每一次都 都舉辦一些水陸法會 水陸法會建完之後呢 每次都會看到 有工人在那邊 喔 纏水泥有沒有 貨沙子這樣子 可是呢 在平常的時候 就沒看到這些工人 這些工人就感覺起來 就像什麼你知道 像靈眼你知道 跑龍套子 你最後在水馬配合的時候 才會出現 當然這些信徒就覺得怪 妙 然後就想 就一定被騙了 結果後來之後呢 就當然就報警察嘛 那警察這邊的話 就進一步追查 追查到之後 發覺到什麼呢 以這個住持為首 下面一共有 還有下面四個出家人 都是師父喔 都是比丘喔 然後呢 做什麼呢 發覺他們的帳戶很多 而且他們還善用所謂人頭戶 你知道他們的資金流動 是多少錢嗎 檢舉他的人是講說 他們被詐騙了一億 事實上 警方查到的是多少 四個人二十八億 五個人二十八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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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個人含在他們的 親朋好友的帳戶裡面 總共資金流動二十八億 二十八億之後 在錢到哪裡去了呢 一查 這五個出家人呢 沒想到名下 一大堆的那種不動產 從北部到中部都有 台中什麼不管是七期 八期 九期 十期的有沒有 每一期裡面都有一個 他們名下的房子 突然他就要問 就是說那你這些錢 到底到哪邊去 當時這個法師還喊冤 他說 這些錢 一直要把這個廟要蓋起來 問題又來了 十一年來 連一根柱子都沒有蓋起來 無獨有耳是 這個案子發生之後 大概過了一年之後 我們剛才前面講的 這個是佛教對不對 是 那我們就講基督教的另外一個 類似的狀況是什麼 這個桃園一帶 他有一個牧師 然後這個牧師呢 也是台灣人 他當時的時候 也在講說 因為九二一大地震完了之後呢 他們的整個教會 因為教堂並沒有受損 可是他發起的一個運動是什麼 就是說今天他要資助 這個所謂的 在九二一滿一週年之後 很多孤苦無依有沒有 無所居住的這樣子的一個難民 就受災的這樣子住戶 對 他就開始發起 這樣一個運動 結果發起完之後呢 結果他就 他就開始就把 大概那個時候 募到大概有兩千多萬 他把這兩千多萬 照理來講的話 他應該要捐到這個災區 大概就交給當時政府的 一個專戶裡面去 不是他作為自己個人所用 為什麼做什麼用呢 原本一開始的時候 在沒有發起這個活動之前的時候 他看來是很破的一個總股車 結果呢 慢慢入去拿到這個錢到位了之後呢 他看來換了一台那個B字頭的 三個有沒有 零線的那種 德國 德國 德國的那部那個教船 當時那部教船要多少錢呢 五百多萬台幣 從這裡發現 從那裡開店到時候 他所有的信 當然信眾就會覺得怪怪的吧 突然間我們的牧師怎麼突然間有沒有 被厚牙了這樣子 開五百 這也就算了 然後之後呢 就發現到讓大家 真是叫人神共分的事情 是什麼事情 就是其中有一個教會 一個教友他的一個親戚 因為他也 因為那個本來那個教友 要抓到那個牧師裡面去 叫教堂裡面去 跟人家學能夠信教這樣 可是那個實在是沒什麼會跟有沒有 他就沒有了 可是呢 他就在哪邊碰到了這位牧師呢 在北投的有沒有 北投的酒店裡面 空了這個牧師 看他的兵士是有沒有 去布道 他就蝦了 而且 旁邊 佛有幼抱兩個妹 叫他 後來之後說 佛說我不入地獄 誰入地獄 所以我去他兵士 那是佛啊 他是基督啊 基督教 佛跟基督都通的 蝦講 後來之後呢 當然就也是報警嘛 後來這個牧師 果然就是因為 有侵占這種所謂的善款 這樣的一個情況 然後被起訴了 天啊 好 我們故事到現在 大家聽得非常 非常靜靜有味是不是 我告訴你 這個時候中場休息 美腿時間 如果法師跟妳說 花錢公頃身風可以招財 本應一般人都會中招 但是買芝麻街娃娃 求好運的騙術 竟然也有人傻傻相信 而且這個娃娃可是一點也不便宜 竟然要百萬現金 才能供奉回家 有 這樣荒誕的宗教詐騙 還有什麼更不可思議的情節 跟著我的美腿一起跨進犯罪現場 了解故事的真相 跟著妳的美腿的天 為什麼說得了 妳不要藏來 怡婷 藏來 好 我們這邊走走 我們這邊走走 我從哪裡走 一來我們就拉借 對 對 今天的現財提啦 對 我沒有拉借高 混蛋 芝麻街娃娃要花一百萬買 這件事應該只有受藥藥才會知道 我跟你講 再便宜的東西 它只要有神明加持 是 它就會變得很不一樣 對 這一個神棍在哪裡 在桃園 桃園大園 台灣啊 台灣 我還會美國咧 親園居佛堂 是 這佛堂開很久了 開了十來年 那她跟她的太太 跟她的女兒 那姨父就是非常的 那個女兒到處跟人家講 我老伯前世是得道高深 這一次轉世來救人的 都用這種方式 是 這件例子要講到這個案例呢 是男生 不要以為是 大部分好像被騙的 都是女性朋友 是 男性一樣 她什麼 只要她的 她的七小 發生什麼事情的時候 我想男生就會急 送醫沒有辦法的時候 我跟你講 就會求神 是 他就是求到他了 我跟你講 剛剛我們第一次講 他廣告非常的大 你只要有什麼生 腦病死 什麼問題 他都能夠辦 好了 進來說 因為他女兒有腦性麻痺 希望說他能不能救他 哎呀 我可以 你看 神棍當然什麼都可以 我是前世得道高深 我告訴你應該怎麼救 就開始了 就開始 你看 神棍厲害是他巧利很多的名目 對 他不會救一樣名目 這個是什麼 要花花花花水的錢 這是什麼 這是做法式的錢 這是什麼儀式的錢 這是我要請誰請誰來 我一個人救不了 我可能要請天上的A神 B神加C神 C佛什麼 都要來 這些人都要車馬費的 但是他就說 但是你要給他一個保命的 或者是他可以在家裡面 他就能夠每一天24小時 我畢竟是人 我們距離有遠對不對 我們只能夠遠距教學 對不對 但是你這個神請回去 他一天到晚24小時 保護著你的女兒 厲害了 你要不要 要100萬 100萬 就跟他 把一個 那個大概1000塊而已 很敢講 很敢講 很敢殺 因為他要看 很重要 他要注意你們家是有沒有錢 是 我剛剛講過了 你們家如果可以出得了一億 他絕對騙你5000萬 真的 所以說他100萬 爸爸當然要救女兒 OK 他得了 開了 2000萬也開 是不是 然後開了之後 奇怪 怎麼女兒也沒有好 生意也不太好 做的生意本來做得很好 越做可能 可能金融海嘯也有什麼 越來越不順 我要講到這一個人 前前後後十年都被他騙 十年 這十年涵蓋了金融海嘯的 那個範圍 怎麼辦 他說 哎 你 你把我綁架去 綁到國外去了 蛤 我現在去幫你們 去國外給你救生 你要 聘我呢 這家務不寫書可惜了 可惜了 太厲害了 台灣的塔利波特叫他當 真的 去了東歐 去了美國 去了加拿大 他還要找神 他要去幫他救神 他說你們那個神 被綁架出國 對 綁出國 所以我去幫他救回來 救援小土出去了 那開玩笑 當然要車馬費啊 對不對 而且他一個人救不來 對不對 救不來 我要請太太去 太太我還不行 還有女婆 要駐守嘛 所以呢 全家就到全環遊世界去了 他那個 那個信眾啊 就一直幫他買機票付錢 哎呀 還不可以坐經濟艙 還要坐托騰 天啊 這樣他開 錢就這樣給他發 但是沒關係 我一定會讓你 緊急回來了 沒關係 你喔 我給你補一條賺錢的路 等等 我告訴你 你只要錢給我 我們倆 我 信差下下 不會 這個是陰間的地氣 不會吧 他會爭執的喔 現在金融海嘯 陽間景氣不好 陰間景氣很好 你這個買了之後呢 我跟你講 明年可能會漲翻倍 就這樣 這漲了誰知道 50萬就這樣 開始買啊 炒陰間的地皮啊 誰知道 那個信眾說 這樣 很好 錢又花下去 什麼樣的錢呢 他都敢要 什麼樣的錢呢 他也 人在那種很無助的時候 他覺得 如果這個錢可以救的話呢 他都願意試試看 什麼都聽了 什麼都聽了 然後呢 所以說這10年來 騙了大概700多萬 結果他後來發現呢 這才是不對勁的 女兒也沒有救 生意也垮了 然後呢 現在變成這樣一副德性 報警 報警 警方去了一抓的時候 把他們家帳車一收出來 哇塞 警方在神棍家中 到底搜出什麼驚人結果呢 精采內容馬上回來 前景面前神棍法力全失效 順其利先生 他就這樣 被抓到台北市行道 然後呢 面對著我們那個秋風光 秋風光以前是 在當副大隊長的時候 是 非常高 真是熊樣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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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風光 等一下 這個 好 好 美國 馬上 馬上 他沒有 他沒有 把他對 搞得 他沒有 那麼 只有房子 、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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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塞 那個布娃娃賣了一百多個 一個賣四十萬的 賣到一百萬的 賣了一百多個 全部片面然後喊噹噹噹 帳本一收出來一算 哇塞 詐騙上議員 這個人 這個家伙叫林斌 雙木齡 文武斌的斌 五十幾歲 我相信他雖然是生涯獲准 但是他的女兒交保在外面 但是我想在一段時間之後 他也一定的案子 差不多疑審之後 又會交保出來 我相信這位前世的得道高僧 一定會重啟護照 然後又開始賣 可是他們不會賣相同的東西 當然 下一次會賣芭比娃娃 會賣青蛙 對不對 所以說像這樣的詐騙 他會重複不斷的 手法一致都在同樣使用 我以前跟俊耀在同一個報社 我那時候打過很多繩棍 你要發現那個繩棍是越打越粗壯 你知道嗎 有一個小棍子會變成大 大粗壯的棍子 而且還有有些根本就是明明就是 已經就是睜眼說瞎話在騙人 像過去有一個這個 有一個很有名的一個 現在也是很有名的繩棍 他以前那時候就是炸很多錢之後 然後後來被警察抓到那個 去徵訊嘛 面對檢察官跟那個 跟那個警察那個小隊長 他跟他說我現在用念力 我跟你講 我現在用念力馬上一個昏倒 一個心臟病發倒在那邊這樣 都會剝他在地上那麼剝的這樣 結果沒想到這個繩棍在那邊 這樣搞了個半天之後 自己滿頭大汗 最後實在沒辦法認了 他就想說我都騙人了 我跟你講 我就跟他講一個 就是宋棄立先生 他就這樣 被抓到台北四行道 然後面對著我們那個邱風光 邱風光以前是 在當副大隊長的時候 是 非常高 一隻熊一樣 他被抓到四行道的時候 邱風光一手抓著他 他是整個腳塊雙條是離地的 那邱風光有多麼的汗裝 然後他就想說 他用他的方式 連警察他都可以騙 邱風光的 過去抓繩棍的時候 也曾經發生過就是 那個高階警官叫他當場表演 那我相信你是真的 對… 所以就找了一個霹靂小組 坐在椅子上說 你叫他站起來 你向他把他移動 讓他從椅子上站起來 想辦法移動 然後他四發光 幹什麼都沒辦法 然後高階警官 就跟那個霹靂小組說 你站起來 然後他就站起來 你看 我叫他站起來 立刻就站起來 我猜一下神力 你的目標 你叫神力 為什麼太厲害了 這個太棒了 但是呢 有一些強調啊 存好心做好事的法事 這個可惡啊 就是 我們常常講的嘛 雙修 對 這個我要奉勸各位 因為我太太二十幾年前 在佛教文庸中心當過主任 所以我就要拔他對不對 每天就在等他的過程當中 就看佛教文庸中心 所有的書全部看片 包括密宗的所有的書 雙修在這個世界上 確實有類似的佛典紀錄 是 一般人是不能進行的 是 所以現在任何一個宗教人士跟你講 尤其是女信徒 說我要跟你雙修 就是騙子 很簡單 就是神棍 對 在台灣任何人跟你講 就是壞蛋 不要相信就對了 不管他是誰 然後呢 過去日本的奧母真理教的 教主麻雲彰皇 那個號稱可以服在 那個辦公室那一位 是 信他神 那個信徒信他到最瘋狂的地步呢 是他身上任何的毛髮跟體液 都可以賣錢 非常貴 對 算CC 因為太珍貴了 所以算CC數的 然後一小罐一小罐這樣賣 好貴啊 幾十萬幾百萬日幣這樣在賣 信徒相信 所以你就認為花這些錢是值得的 世界上最可惡的人 就是運用宗教的力量來騙財 尤其是騙色 這是最可惡 你們知道嗎 如果是出家的人啊 那麼他換了銀介 請問你知道他會下地獄以後 受到什麼樣的刑罰嗎 根據一本經典的記載 他在下了18層地獄了以後呢 他將被人家捆綁在地獄 然後呢牛頭馬面就拿著刀子 對不對 把他下體給閹割了 然後就放出一大堆的老鼠 來咬他全身 每天重複這樣的行徑 這樣的行徑 那為什麼我們知道 18層地獄有這樣的處罰呢 因為一本書 過去二十幾年 在全台灣的公用電話廳上面 都看得到 叫做地獄遊記 地獄遊記呢 裡面就是紀公佛佛 帶著一個儒聲 就是所謂的伏擊啦 那個叫陽聲 所以各位如果還有家裡有 或是公共電話廳 有看到地獄遊記可以打開 上面是陽聲跟這個紀公佛佛 他的對話 那麼陽聲就被他帶到這個地方去 紀公讓他看閻王殿裡面這樣的刑罰 就是出家人犯的色戒 那麼這陽聲是誰呢 陽聲後來從佛蘭到家搖身一變 變成佛教的法師 叫做聖輪法師 聖結的輪子 就像金輪法王那個輪子一樣 聖輪法師 然後呢他創下什麼紀錄呢 他創下對這個 他的有機的這些農產品呢 念經 灑聖水 放念大悲咒給他們聽 說這些有機的這些植物呢 經過這樣加持了以後 他會更甜 長得更好 對我們的人體健康更棒 他有名到什麼程度呢 一些信徒全部供養他 在台中有很大的很金幣灰房 連我們總統Long Stay 都到那個地方去住 你就知道他的信徒的影響力有多大 這麼樣的一個人 過去二三十年一個地獄遊記 在全台灣影響這麼大對不對 照理來講 你應該好好地珍惜你的地位 結果那一天爆發了一件事 什麼事呢 因為這個地方呀 很多的這個比丘 就是女的尼姑 然後呢結果呢 有一些女的義工啊 通常有些時候是因為心裡有掛愛 是 老公不好啦 打他啦還是單親啦等等 是 那這女義工跟平常一樣 在整理東西的時候呢 在她的一個教室整理東西的時候 突然間這個比丘進來了 跟她講 今天啊 這個聖人法師說 你看起來好像有點中邪喔 需要幫你淨化 然後我會協助聖人法師幫你淨化 就在這個地方 有沒有多久 聖人法師就出現了 像神一樣出現 為什麼呢 因為呢 他沒有開這個教室的門 人突然間出現在裡面 那不是神嗎 原來有個暗閣 暗閣做得一模一樣 裡面是電梯 電梯直接通三樓聖輪的房間 所以他出現的時候 就像神一樣出現 然後呢 就做 就做 神不會做的動作了 就開始在他身上對他猥褻了 然後這個比丘還在旁邊 用這個攝影機這樣拍 說現在所有的過程 都是治療的過程 都是聖人法師在加持你 在趕走你身上的拍照 在幫你 結果這個女孩子呢 她知道這個是怎麼回事 她掙扎了很久 她跑出去以後掙扎了很久 還是跟警方報案 從這件開始 有一個報案了以後呢 新聞一 全部都出來了 就搞了半天 已經有很多女孩子被她性侵了 很多女孩子被她猥褻了 而且都是用同樣的招數 那麼因為聖人在台中地區 她的影響力非常的大 再加上她在佛教界裡面 給人的感覺是很 好像神聖不可侵犯的 所以一開始還有人 站出來替她講話 後來警方去搜索 阿娘 結果意外發現 在她的那個三樓裡面呢 有二十本教人如何便得到高潮的方式 就是世俗的書啦 你知道嗎 還有雙修的這些男女膠殼的那種 那種銅像啦 那種雕像 還有諸如此類的一些東西 然後呢 因為其他的 因為當場啊 他們那個證物啊 那個記憶卡被折斷 所以呢後來啊 沒有辦法把它恢復 可是呢 警方也因為其他的被漢人 一個一個出來以後 約談製作筆錄 然後開始指控了以後呢 後來在去年 將聖倫法師起訴以後 在去年底 將他判刑15年 另外三個協助的比丘尼對不對 全部判一年六個月到幾個月 徒刑不等 接下來這個是自稱台灣大法師 他連60歲的阿嬤都不放過 他這個說法也是用所謂的雙修 這樣子為幌子 然後來騙他那個信眾 那這一個 你剛剛講到這一個高雄 這個所謂的台灣大法師 我們前面有通天通地有沒有 這個更了不起 他報告就是台灣大法師 然後台灣大法師呢 這個信堂這個男子呢 他也是這樣在高雄 設了一個壇 有點搞得有點佛道不分的 那種狀態 然後呢這個壇呢 他開始就在裡面就說 你有任何的一個 所謂的災惡的話 你來我這邊我就 師父幫你處理掉 他處理的方式很特別 男的信眾過來說 師父我跟你講最近很衰有沒有 二月零年我要怎麼辦 拿錢來 錢拿來之後你就消災解惡了 那女生的話有沒有 然後師父 我最近很衰有沒有 怎麼樣 就剛剛前面講的那種情況 然後後面有跟好幾個 你跟好幾個的話 我要幫你化解掉 化解怎麼化解呢 當然要經過他本人有沒有 金剛褲 大衛 小大哥講得非常好 你嚇死了 金剛褲不是這樣用的 然後呢 當然這個信堂的這個神棍呢 他就跟他講 沒有關係 那你就跟我睡 睡過一次之後有沒有 我就可以把你身上 所有的晦氣啊 帶走 包括前世這些累世的這種恩怨 有沒有 恩怨就被我叫一掃而光了 就這樣子 原親在主都可以弄掉對不對 完全就把他消除掉 後來之後呢 當然就有被害人嘛 後來覺得說 奇怪 睡也跟你睡完 睡完之後怎麼還繼續很曬呢 那怎麼辦呢 後來之後 就剛才就跟警察說 那警察這邊開始就收證 後來就找到一些那種就是 這樣子一些那種 利用宗教練才騙色的 這樣的一個證據 那警察當然就是 後來之後就衝進他的神壇裡面 去抓這個人 抓這個人之後呢 就有一個人就突然間跳出來 一跳出來之後 就發現是一個老阿嬤 六十多歲老阿嬤 抱著警察有沒有 痛哭 就說拜託你放了他一馬 本來以為就是這個 姓唐的這個媽媽有沒有 就搞半天有沒有 也是被他睡過的 結果呢 服務的神棍 連六十歲老朽都不放過 還有更多 喪盡天良的事情 廣告後告訴你 我的媽媽 一跳出來之後 就發現是一個老阿嬤 六十多歲老阿嬤 抱著警察有沒有 痛哭 就說拜託你放了他一馬 本來以為就是這個 姓唐的這個媽媽有沒有 就搞半天有沒有 也是被他睡過的 結果呢警察一看 這個是被害人 被害人六十多歲了 一個阿嬤有沒有 居然是被害 被害之後在想 那女孩子家裡面還有其他人 有沒有受害呢 這個時候呢 突然間有一個三十五歲的 一個女孩子有沒有 也一跳出來抓著警察 就說半頭女 放了他一馬有沒有 結果沒想到 她也是個被害人 更離譜的是什麼 這是六十多歲老阿嬤的女兒 警察過來之後 再查下去有沒有 發覺連他這個 三十五歲這個女孩子的女兒 十五歲女兒 也被他跟著一起受害 所以這個姓唐的這個神棍 非常可惡 祖孫三代 祖孫三代 性侵 他叫談什麼 談什麼 我跟你講 這些人都會改名字 像我現在我特別 我補充他一點就是 還有一個叫宋冠婷 那個呢也是一個 叫後來警方給他一個名字 叫宗教之郎 像這樣的人喔 他早年的時候 都在電視上面 遊走各大台 而且他們在電視上面的時候 我跟各位報告 他甚至有一些是用錢 買通的 買通電視的製作單位 然後他要去上電視 那上了之後呢 開始好像就很有名 因為他會把他自己 在上電視的那個片段 截錄在他的網站上 感覺上他好像非常的有名 非常的厲害 有公信力 這個人以前叫宋泰鑫 後來叫宋冠婷 後來又交保出去了 我現在不曉得他在人在哪裡 但是我相信 他還是在做這一類的事情 一定 因為網路上輸入這個名字 你就可以找出 他這個人長得長相怎麼樣 他去年改名叫宋寧玉 你看 剛剛講起來 很厲害喔 所以這個人呢 已經改了好幾次名字了 現在到處 我跟你講 他一旦做這一行 他不會改行 是 他就一直在這一行裡面 所以呢 剛剛講什麼 宋什麼 宋寧玉 宋泰鑫 宋冠婷 都同一個人 你們講出來又要改名了 沒關係 就讓他去改 可是各位就是說 你要去拜這個 只要 剛剛瑞德講很好 只要跟你講說要雙修的 要和和的 要什麼狐仙 要幹嘛的 那個都是在騙你 還有只要你走進去 這個神壇 還是這個任何一個 這個法師的地方 他跟你講 等一下 後面有人 後面那個是誰 這個就是騙你的 你現在都是騙你的 好 其實我們台灣的人 非常的 對宗教非常的尊重 是 非常的信仰 不管你是什麼宗教 就是 可以相信 但是不要迷信 這些 這些神棍 其實是利用 迷信的那個心態 所以你相信不要迷信 也許你就不會受害 記得剛剛他們講的一些 一些步驟 他們會慣用的手法之類的 因為如果說神明要保護我們 神明要台幣幹嘛 就是 對不對 要記入這個 最大的原理 沒錯 神明是不需要台幣的 當然也不需要美金 不要以為說美金 就是OK的 當然 裝修是更不可能的 怎麼可能 我給你弄一弄 對啊 你就沒事了 就是 弄他開心的 他沒事 你是可慘 好 今天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謝謝大家 會不會請到一些 被愛的作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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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嘞